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照2.0就是第二个版本 以前参与做总统2007年开始1.0 做10年后跟转发明做总统多10年 所以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10年 所以叫长照2.0 所以这是一个10年的计划 我们说现在一个人推行两年了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 所以长照2.0他可以申请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人 长照2.0其实涵盖的反应已经很大 比方说65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失能这个意思就是 失去治理自己日常生活的能力 叫失能 65岁以上就都可以了 55岁以上失能的原住民 那为什么原住民就少第10岁 你看我们 他的平均寿命有没有短吗 应该会吗 真的 你讲对了 老人年金我们是65岁以上可以领对 但是原住民是55岁就领老人年金了 因为他们的生命比一般的平地人要少10年 所以55岁以上的那个失能的原住民 也可以差10岁 这正常这个有统计数字 第三个就是50岁以上的失智患者 50岁 失智要怎么改成就是说 我们以前不是你说的健康过去 虽然说虽然忘记 对对对 对对 那个大概50岁以上就可以 再来就是你哪持有残障身心障碍手册的 是 都可以 不管你年龄 如果有身心障碍的什么年龄都可以 是是是 再来就是说 世大人日常生活你就觉得自己无法治理 对 比方说你吃饭要人家 还是说你要去厕所要人家服务 那个也都可以 所以这次这个长照2.0 现在这个版本 范围好像比较寒 很寒 不只是说这个可以照顾的 范围比较大 而且他的项目也计划 以前八项而已 现在都只有十七项 所以十七项差不多涵盖所有 我现在常常去厕所做宣导 我说一个人 我用十七项很厉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来用两三项 三四项就可以了 那么以前 以前第一版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够申请一项 八项 你只能申请一项而已 现在2.0就是一个包裹 你如果专家去给你评估之后 你如果用两项 用三项 四项 五项都可以 政府都帮你出这个钱 所以说现在2.0的项目 算是他的资源 其实并不是说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呢 他可以说是量身来规划了 对 这个人他可能需要车子 或者是需要人员去做 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协助 或者是他需要时间长一点的照顾 对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慢慢的用举例子来 给各位听众朋友 了解说这是什么东西 到底你听了想 我们是刚才就符合这个条件 我也可以来申请 这个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这回常常聊点 我是觉得说 一件是设计感很久积 很温馨 政府是 就是这样 尽量让大家知道 那么我们这次这个2.0 最大的特色就是社区化 讲到这个社区化 我感觉到现在的社区的功能 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好像就是发发传单 什么油啊 倒笨笨的 就是这样子 可是现在的社区 好像都会走入家庭 好像跟你会比较密切 也知道说这个家庭里面 老花的人大概几岁 他有什么样的行动能力 小孩子他大概几岁 要不要上学 有没有被人家施虐这样子 社会安全网 对对对对 对好像比较紧密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家里面有这样需求的话 第一线就是去社区 可能去坐立顿还是林顿 就给他问问有什么协助 对 我们整一点年到现在 算是已经做十二年了 对 这十二年里面已经 一点年里面已经设很多的社区 关怀据点 也有活力战 活力战是什么 跟关怀据点不一样 这样子 像这个关怀据点 就是教育部闲 我们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单位设计 比如说卫福部马屋 教育部马屋 很多的部会他设计的据点 他的目标不太一样 活力战那个好像是原住民文位设计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世大人 他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老化 他不免离开家乡 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世大人 我们现在仅仅是 世大人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照顾 你说要把他带去 属于日照中心 安养中心 因为离开他自己家不要 所以这个长照这个据点 刚好介意你在家里不能动 你必须去机构不能动 当中的一个你可以动的地方 所以那个所在就是 你自己的地方 你自己的家乡 你自己的连离 所以你去那时 每一个人你都认识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 就有安全感 他有那个照顾员 政府请照顾员有薪水 一个酒店一个人 他在那个地方 等于是我们的晚辈在照顾转变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 今天哪一个人没有来 哪一个人有出事 他还有一清二楚 阿姨你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关怀一下 所以在地老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真的是一个德政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我们再请 我们阿汤哥 继续来跟我们说明 这个长照2.0 它的项目有哪些 感谢大家还好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